还有药名生物2269 是Kathryn,她是118元有货 又赚点蚀 今天整个药股又花了 她说如何操作 那你叫她等一等 那又没有只需这些位置马上只蚀 但是风头火势的确是这些相关股份 因为沙东的药很大破坏力 整个药股份疫苗 其实很简单 你来到未来的概念就是 就是团队界的特民伏 团队界 可能整个沙东界上 可能没有那么多药企去研究 新的相关产品 所以造成CRO的业务 都有机会转向市场 但是实际上 其实药名生物也好 很多CRO业务公司也好 它都不只是集中做沙东 它不是因为沙东这件事 所以股价升了那么多 事实上就是内地整个药生物等等 主要担心有政策 所以唯一现在2269 其实怕向来都一样 担心内地随时有政策风险 是 安全 一个理想的策略就是 一百一十元做止泄 其实你说 他说几次买一百一十 一百 一百买一百一十元做止泄 都不算太相 你现在只不过打活原益 还是他现在还未亏 不如就算了 那就看看你的整体持创比例 是 你如果说 你反正是不是都要买东西 不买东西 不买东西 先保住 可能说有机会给你一百二十元走 你可以耗一耗住 但是你说如果再穿 安全一点的策略就是以今天低位 一百一十六个六做止泄 因为一穿就怕他试一百一十元这些位 你说如果一个中线一点的角度 就是一百一十元做止泄 就要严守这些止泄 是 不穿 你博他一百三十元这些位置作为目标 但是一穿 但是现在是有机会走单线的 所以我会建议 因为最正路的策略就是一百一十六元做止泄 如果再穿今天低路就不能投降 但是短线的势头也是弱的 如果你真的做一些极短线部署 这些位置走也没有坏的